中文字幕——YK 实际上他醉翁之意不再久 而是看上了青春貌美的胡姬 于是自己强行加戏 半是耍裤半是炫富的将一枚青铜镜 戏到人家的红螺裙上 没成想强撩不成 反被胡姬教育一番 这首羽林郎当时用了岳府的旧题 虽然描述的是霍光时候的士气 实际上映射的应该是东汉时期 仗势欺人的贵人们 一如白乐天开篇汉黄众色思青国 实际乃是玄宗士 但是心炎年未必清楚 在他所描述的西汉中期 羽林郎这一职位可能尚不存在 那么羽林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羽林郎这一词汇 实际上分别涉及的是郎和羽林的组合 前者是郎关系统 后者是禁卫系统 在西汉前中期 如果希望入室 主要是四种途径 即军功 阴谷 立和郎 军功比较好理解 上阵杀敌 割级技功 阴谷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的世袭 臣子的后裔 可以承袭前辈的官位绝路 立是指文法力 即作为专业化的公务员 直接处理行政事务 但走力的通道有加资的标准 因此也就有了阶层的限制 最后是郎 郎可以看作是皇帝的私人侍从 他们的直接服务对象 是皇帝而非朝廷 但是因为亲近皇帝 所以可能被指派各种职务 因此具有后補官员的意味 张家山汉俭 治律中没有记录郎的治路 因此西汉早期的郎 很可能不属于官僚系统 朝廷不支付俸禄 往往主要依赖家中公养 所以作为郎 同样也有阶层的限制 但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 记录了郎的治疾 可能情况在汉武帝太初改制的时候 发生了变化 此外 由于郎的群体也比较庞大 而且是否能出示十分倚重于皇帝的好恶 因此走这一途径也是比较有风险的 汉武故事中记录了一位名叫严四的老郎 先后侍奉过文景武三位皇帝 却恰好都没有能够符合三位皇帝的口味 于是须发皆白了却依旧待在狼的队伍中不得任用 虽说此事未必真实 但是却反映出了狼力系统的情况 原本的西汉郎官中有大量的武人 早在楚汉相争的时候 汉就曾经有一只冠英指挥的狼中骑兵 冲锋陷阵 立下赫赫战功 后又有武器常事等 李广和从地李蔡就先后都曾经作为汉的狼官 并担任武器常事出行护卫皇帝 涉猎斗猛兽等 而广以梁家子从军击湖 用善骑射杀手鲁多为汉中狼 广从地李蔡一为狼 皆为武器常事至八百十 长从行有所充现折官及格猛兽 但汉兴日久 征伐减少会帝之后 皇帝一步亲征 因此狼官转向文质化 景帝十七司马向儒就依靠财产而被选为狼 担任武器常事 武帝早年创孝莲 甲科除狼之志 更促进了狼官的文质化倾向 到了武帝太初年间 为了应对狼官文质化这一趋势 并且由于未轻祸 去并相继此事 为了储备更多的征战将领 遂设立建章迎旗 后来更名为羽林旗 以对应天上的星宿 另外收养 战死将士子弟 好为羽林孤儿 在羽林之前 还有七门旗 设立七门和羽林旗的军事意味非常明显 可能极易 在应对皇帝亲卫 逐渐武德不足的情况 羽林作为亲近皇帝的中央禁卫 选拔非常严格 只有陵西 天水 安定 北地 上郡 西河六郡的梁家子 并且擅长骑射 才可能入选 由于这六郡 是西汉王朝的核心统治地区 且破尽戎敌 居民好勇尚武 故而政治上和技术上双重过英 只有这样的成员才能加入到羽林当中 利用自己的财力 博得皇帝的青睐 最终走上人生巅峰 羽林最初被称作建章迎旗 因此很可能是上林院内建张公的卫士 但是很快就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宫殿卫士的特点 赵冲国 干延年等西汉名将都是因为擅设而补羽林 而后表现出色 成为高级军官 上官节年轻的时候也为羽林欺门郎 最终能够和霍光一较高下 可见羽林的确是很多高级官员的孵化期 虽然补入羽林前途无量 但是羽林本身的品质却并不高 在西汉中期 羽林官比郎从官 地位相当于郎的从官 应该是低于比二百十的低级职位 就连直接主管羽林旗的羽林令 可能也不过是至六百十 大概相当于县令的水平 这个至极在高官如云的长安地区 实在是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而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 太初年间之后的郎官中 一郎中郎至比六百十 四郎至比四百十 郎中至比三百十 都高于羽林旗的水平 历史学家李玉福先生 在秦汉制度史论中 就提出了西汉羽林并非狼的说法 汉书正文中并没有出现过羽林狼的称呼 相反更多出现的是羽林旗 也就是说 很可能这时候的羽林并非狼中 而是歧视 更为直接的证据 来自于曾经担任羽林者的人生经历 如干颜兽 起初作为羽林 后来因为财力过人 头时距离远超标准 被升为狼 这里可以看出羽林和狼 应该是不同的层级 羽林和狼 有多并列出现 自然也不是所属关系 此外 我们在汉官六种中 能够看到 对于羽林的 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汉就一记载 羽林从官七百人 诸国无数 汉一记载 羽林狼百一十八人 吴长元 汉官一记载 羽林左肩 羽林左肩 八百人 右肩 羽林右肩 九百人 皆以三辅六郡 梁家子 五七梅羽林 从数量上 就可以看出 明显的不一样 汉就一当中 提到羽林有七百人 而汉一中的羽林狼 只有一百余人 汉官一中 羽林旗的数量 则达到了一千七百人 并分为左右两肩 这左右两肩的设置 在西汉中期 也是没有的 因此汉就一中 记录的 应该是西汉中期的情况 而后面的汉一 汉官一记录的 可能是东汉 或者最早到 西汉晚期的情况 孙文博在其著作 秦汉君志演变时稿中 列出了两汉 京师素位 同属关系图 其中就清晰的 体现了羽林的变化 因此在西汉 应该只有羽林旗 而在东汉 应该是既有羽林旗 又有羽林狼 因而羽林狼更多的 应该是东汉人们的经验了 另外羽林也并非 都是冯子都 那种调戏民女的公子哥形象 相反 他们是京师的重要武装力量 车骑将军安市 将羽林旗收复二百余人 接送廷尉赵鱼 也往往会作为低级军官 参与到汉军的 对外征伐中去 赵冲国就曾经随二师将军李广丽 出击匈奴 并且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色 英勇突围 保全了这支出世不利的军队 羽林孤儿 更是经常参与到对外作战的一线 参与过著名的平枪作战 为大汉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是世事无常 东汉末年 出身羽林狼的董卓 率军入京 执掌权柄 曾经保卫汉庭的羽林 也亲手将他推向了深渊 真可谓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若汉武帝全下有之 又当作何感慨